顧寬敏跟很多現在 在政壇上的藍綠的政治人物 都是一樣的 對於大多數的選民來講 這樣的政治人物 都是屬於古代的政治人物 就是在他們的心中 統獨或者是傳統的 藍綠的意識形態 都是根深蒂固的 台灣的民眾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已經順利的從1.0版 升級到2.0版了 國民黨跟民進黨 一直都沒有看破 兩次的選舉結果 一次是2016年 國民黨的大敗 民進黨認為 這代表天然獨 成為台灣的主流了 所以民進黨在2016勝選之後 民進黨認為 他可以為所欲為 不管是黨產會 或者是促轉會 都可以做 因為有天然獨坐後盾 國民黨在2018年的勝選之後 國民黨內有一部分的 政治人物認為說 你看這就是 九二共識重新翻身了 所以九二共識 成為台灣的主流了 可是事實上 這兩組的政治人物 都沒有看清楚 一個真正問題的關鍵 就是從2016年到2018年 當選民做出選擇的時候 其實他們優先考量的 都不是統獨也不是藍綠 為什麼 因為他們早就看破了 藍綠政治人物標榜的 統獨的價值 只不過是選票的騙數而已 你支持九二共識 台灣不會明天立刻統一的 你反對九二共識 台灣也明天不會立刻獨立 所以不要再拿個九二共識 拿個一中各表 拿了各式各樣的政治的語言 或者是圖騰 來當作這個吸引選票的一個工具 大千 我要問你 我算不算古代的政治人物 不算 還不錯 有改變了 至少應該有改變了 我跟你講 他算不算 其實不能我判斷 因為我自己搞不好都是 我應該要講說 最後你只能拉出去 讓選民判斷 你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 我跟你講 大千叫我師父好幾年 你應該資歷也夠深 曉得他叫我師父 對不對 如果我是一個古代的 政治人物的徒弟 應該也是古代的徒弟 有可能 所以我現在覺得大千的一個 最近有了一個小小的盲點 因為他是我徒弟 我講他盲點 應該說小小的盲點 他是被這次的選舉 尤其是韓國瑜的選法 嚇壞了 所以他就趨向你說 你今天選舉 只要老百姓要的 你附和他 你就會贏 因為老百姓現在什麼都不管了 捅 你也不可能捅 你毒 你也不可能毒 我有生之年 我什麼都看不到 我只要肚子不餓就好了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想法 你說對自己國家的未來 一點想法都沒有 你覺得誰最高興 我覺得北京最高興 北京就希望你這個 沒有茫茫然義無 就無所謂 不得國安就好了 對他們來講 他們哪在乎藍綠 哪在乎統獨 你路上隨便找個人問一問 你看他說藍綠跟統獨 他會告訴你 台灣不會立刻統一 也不會馬上獨立 大陸也不會打過來 不要再講這種話來糊弄他們了 可是他們最在乎的是什麼 他可不可以不要再低心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過牢了 他的日子可不可以過好一點 如果今天換我跟世間 兩個去選高雄市長好了 我們一定會精心的想出一些 很文青的 很動人的口號 可是沒有用 因為這些訴求 再也打動不了選民了 他們要的就是真實 就是直接 很快的解決我的問題 很快的能夠打到我的痛點 跟我一起呼吸 跟我一起感受 我覺得這就是台灣的民眾 而就是我們現在 所要面臨的選民 如果今天藍綠傳統的政治人物 都沒有走出同溫層 我們每天還是跟我們過去 傳統的支持者和在一起 跟我們同事在一起 跟我們的黨內同志在一起對話 那麼很快的 藍跟綠的政治人物 都會被淘汰掉的 講得不好聽一點 他的先人 顧顯榮先生 當初就是打開台北城 迎日本人入台北城 然後跟著日本人對抗 那個時候所謂的 本土化的林憲堂 主張要向日本議會情願的人 他們就組織一個團體 民團 然後去鎮壓那些抗日分子 我不曉得王世堅議員 身為抗日先烈的後人 知不知道這段典故 如果知道 很清楚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 你還要來幫 這個孤顯榮的後代 就是孤寬明講話 既然是曾經這樣子 出賣台灣人的利益 而靠當時去靠攏日本人 獲得嚴根張腦的專賣權 以至於他孤家飛黃騰達 所以他含著金湯匙出身 到今天為止他不知道民間疾苦 同時不只是他的先人而已 我們沈委員也提到了 沈大老也提到了 他當時取得一些漁業的專賣權 比如說全遺傳 他就押著誰 押著馬少爾群島 逼迫陳水扁政府一定要開放 因為他把舊的漁船 去賣給了上海 賣給了大陸的公司 然後他自己買了兩艘新漁船 就押著 因為他跟馬少爾的關係非常好 這個陳水扁去馬少爾訪問的時候 都帶著孤寬明陪同 所以他就押著馬少爾的關係 就為他自己要開這個先例 那個時候說 已經沒有任何新船可以登記了 但是他就靠著他的關係 所以他一路走來 他們的家族一路走來 就是這樣 靠著跟當權者維繫良好的關係 以至於一路吃香喝辣 當人家質問他說 你不是口口聲聲愛台灣嗎 你怎麼把船 魚 全部都賣到大陸去 他說我只是賣船跟魚 我不會出賣台灣 我請教你 你跟馬英九只是賣水果到大陸 他也沒有出賣台灣 請問你告訴我 他到目前為止 他出賣了什麼台灣 如果你硬要扯說他出賣台灣 請問他跟現在主張九二共識 你剛才也講 你說韓國瑜在短期之內 不會對台灣的主體性 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那就可見得 九二共識這件事情 在短期之內 不會對台灣有什麼重大的傷害 那你蔡英文何必捨此而不為 你們一再的講 韓國瑜說他是販賣夢想 販賣泡泡 跟普世蛋塔一樣 潮流一過了以後 普世蛋塔就不吃香了 你怎麼不回過頭來問問蔡英文 當時販賣夢想的是誰 販賣夢想的叫做蔡英文 他說就算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我們也可以維持現狀 請問到現在執政兩三年了 你韓國瑜一上台 你們就忍不住開始拿機關槍掃射 就希望趕快把韓國瑜給戳下來 因為韓國瑜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已經變成 民進黨最大的夢魘 可是蔡英文說 要販賣這個台灣主權獨立 這個夢想賣到現在 請問成就了沒有 實現了沒有 沒有 不但這個夢想沒有實現 連維持現狀也不可得 所以當你們在拿放大鏡 檢視韓國瑜的時候 是不是該回過頭來 其實這個孤寬敏 他也是就誠如偉翰剛講的 他這次可能不是特意要針對 韓國瑜 他早就說過了 穿裙子的不適合當總統 不適合當國家領導人 從這個呂秀蓮時代 一路講到蔡英文時代 他都是這個論調 所以這個民進黨裡面 很多的婦女團體 對他也是非常不滿 我只是覺得 今天他講這種話 對高雄的年輕人說 這個你們我很看不起你們 跟當時段儀康說 看不起花蓮人 是一模一樣的論調 你們今天民主進步黨是怎樣 只要不選你就是違反民主 就是違反進步 你們是代表台灣的唯一價值嗎 是這樣子嗎 你像這種程度 跟以前古代的皇帝說 何不食肉迷有什麼差別 人家年輕人每個月 每個月都當月光族 像你每天穿著西裝逼挺 人前人五人六吃香喝辣 然後你今天有資格說 你們這些吃不飽的人 我看不起你們 因為你們想發大財 有這種論 我覺得郭寬明真的少講兩句 這個三道防護網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第一個 防護網民生安全裡面 他什麼都沒做 他只是埋怨了 但他什麼 他要建立什麼樣的防護網 民生安全的防護網 他要怎麼建立 什麼都沒說 什麼辦法都沒有 什麼指導都沒有 什麼政策方向都沒有 這個什麼叫做 民生安全的防護網 有 他怪對岸 怪對岸 但是問題就是 然後你的防護網是什麼 民生安全的防護網是什麼 其實是0 是空的 這第一句話 民生安全 我們強調是民生安全 我們自己內部的校園的毒品 例如說高雄的毒品 已經氾濫到小學 中學 你的民生安全的防護網 你是怎麼建立 你難道沒有正視到 台灣現在 美國只是川普總統這一次 他對美國的公務人員 200萬文子人員的公務人員 不加薪2.1 都引起那麼多的反彈 法國三年的公務人員沒加薪 都引起了黃背心之亂 台灣快20年 幾乎沒有什麼調薪 這個不是民生安全的防護網嗎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情 台灣的民眾 台灣拿薪水的人 實在是太善良了 我講實際話在全世界 大概就是我們台灣人最善良 台灣人拿薪水的人最善良 那你要他們怎麼樣 當然你每一年 你都要在對於加薪這個部分裡面 要表達意見 你台灣的勞工團體 當然要表達意見 低信已經講那麼久了 怎麼會沒有表達 沒有動作 動作是什麼 革命嗎 什麼叫革命 你要社會運動不是嗎 你要遊行 世衛不是嗎 你要給執政者施加壓力不是嗎 本來就應該要給執政者施加壓力 選票就是最大的壓力了 你還講什麼 所以本來就是要走出來 所以本來就應該要調薪 這個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問題就在於 做不到就換政府 做不到就換政府 這本來就應該這樣做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資訊安全 其實我最擔心在這裡 你的資訊安全 你說要國安單位 你要確保台灣的基礎的資訊安全 你的意思是 你的資訊安全的意思是不是 你打算要建立一個 資訊安全所謂的防護網 意思也就是說 你對於台灣跟國外的這種 互聯網的聯通 你是不是要開始設卡了 例如說在台灣是不是以後 大陸來的 例如說微信不能用 微博不能用 然後例如說像抖音不能看 然後或者是新法網看不到 環球網看不到 你是不是要準備要建立 這一套所謂的防護網 這點坦白說我是很憂慮的 因為也就是說他所說的 要國安單位重視 確保關鍵基礎設施的 資通安全 這個部分裡面 你是不是未來 會有一系列的動作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資訊安全的問題 另外一個所謂的 強化兩岸互動中的 民主防護網 我不太懂這什麼叫民主防護網 尤其是強化民主監督機制 民主監督機制 你要強化它就是要確保 台灣的言論思想的自由 你不可以去製造所謂的假訊息 假新聞 要來甚至要對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輿論 你要去製造很多的關卡 真正的民主監督機制 其實就是讓第四權充分發揮 這才叫做真正的民主監督機制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要國安單位研究 在兩岸互動中 可能影響台灣主權議題的 強化民主監督機制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強化民主監督機制 我們再強調 民主監督機制最大的力量 就是來自於第四權 真的是非常詭異的一件事情 就是高雄市的觀光局長潘恢旭 他說高雄以後每個月 都會有一個觀光的代言人 那一月開始 第一個代言人 就是我們的白冰冰冰冰冰姐 透過名人來行銷高雄 我覺得這個創意 當然各方有不同的評價 可是有一根跳出來的講法 非常詭異 就是我們現任的行政院副發言人 前高雄市的新聞局長 丁允公 他在臉書上 他去分享了這一個新聞 然後他說 城市質感的形成是緩慢的堆積 而摧毀它則可以很快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說我們蓋高雄 重點在摧毀 對 我們蓋高雄的冰冰姐 是很沒質感嗎 還是說你一請白冰冰來代言高雄 高雄市的觀光就會被他摧毀掉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的觀光局長 潘恢旭也反駁了 潘恢旭受訪的時候 就直接回嗆說 你是不是有歧視白冰冰的嫌疑 他質疑丁允公 你不應該製造中央 與地方的對立 然後更說 副發言人您的說法太精英傲慢了 高雄的海洋精神您忘掉了嗎 實際上我們也必須說 丁允公的說法真的滿怪異 雖然他後來說 他並不是針對個人 而是對城市行銷策略做整體提醒 如果你真的只是對城市行銷策略做整體提醒 你特別去分享這篇文章 又是針對冰冰姐的文章 這個不是看起來怪怪 而且我必須說 他其實丁允公講的真的沒錯 城市質感的形成是緩慢的堆積 摧毀他可以很快 所以城局花了12年建設高雄 一場大雨就讓高雄5000個洞 你看 真的非常非常快 而且我也必須說 丁允公你現在的老闆是賴新德 然後跟蔡英文 你可能要提醒他們一下 國家的質感形成是緩慢堆積 摧毀他也很快 你們現在正在摧毀當中 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來看看 允英姐代言這個到底好不好 其實這一次高雄的跨年晚貴 白雲英姐就已經唱了她的自創曲 來去高雄 在現場也受到非常多人的歡迎 她代言這次觀光 一毛錢都沒有拿 還主動自掏腰包在愛河旁邊去拍 來去高雄MV 這不是對高雄滿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允英姐聽到這個事情 她也非常生氣 她說中央政府做得這麼爛 還在那邊酸 你比酸民還扯 我們擔任代言人沒有拿半毛錢 叫做理直氣壯 請她閉嘴 擦人閉嘴 她這個擦是什麼 我就不知道 要問兵兵解釋才知道 什麼是丁允宮心目中 認為有質感的行銷 其實他們以前做過 就是五月天在2012年的時候 擔任高雄的全球代言人 2013年的時候再續約一年 當時的新聞局長賴瑞隆龍就說 五月天真的是用友情嫁來支持高雄 續約的友情價大概800萬 一個零元一個800萬 我覺得賴瑞隆還有陳菊 你們跟五月天的交情 好像不是太好 丁先生他跟我們蔡小姐一樣 就在刷存在感 蔡小姐不是說地方政府 或者是民間區談的都不算 中央才算 除了剛剛大家講的 我覺得他也在防毒 他們新當選的這些新科的市長 其中都對這件事情 表示了高度的興趣 如果說他們新當選的 不管是鄭 尤其是像鄭文燦 現在這麼紅 水漲船高 或者是剛當選的黃偉哲 都對這些活動表示非常的開放 然後也很有興趣 蔡英文不就 就是這總統真的是當不下去了 我覺得第一個 他要先制止自己人 你們不要人來瘋了 不要跟著人家跑 不要跟著寒流跑了 第二個當然就在擋住這些人 他就在刷存在感 就跟這個丁允宮一樣 就像年輕人想紅 真的是想瘋了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才能紅 像這樣子 他就會讓民進黨 永遠都會有很多的豬隊友 因為就要求表現 要讓大家看到他 要讓媒體報導他 所以就爭先恐後的 每天都想破頭 用這種方式來刷存在感 讓大家看到他 認識他 這樣子韓國瑜就告枕無憂 韓國瑜選舉的時候 不是就從王世堅到邱憶營 以降竹帆不及備載 都一堆人在幫他當啦啦隊 這個也是一樣的效果 就是說從蔡英文到丁允宮 給人家的感覺就輸不起 然後小鼻子小眼睛的 人家都還沒有開始 如果他真的找了白彬彬也好 或者是黑暖暖也好 就是然後行銷得很失敗 你這個時候在刷公也差不多 人家就還沒開始 白彬彬是哪裡得罪你了 對不對 人家是蓋哥秀 你忘記了嗎 而且你知道白彬彬在東南亞很紅 你們新南向沒有找他代言就錯了 像人家韓國瑜想到白彬彬 你們還在那邊放馬後跑 實在是有點搞不清楚方向 所以說本來你這個藝人 就有很多他不同的族群 喜好的族群 不同的年齡層 他也沒坐姦犯科 他又不是有什麼吸毒 還是有給人家性騷擾 或者是有種奇怪的前科 或者是他也不是AV女優 像我們那個台北市政府 放在我們的那個卡上面 那有什麼不好 白彬彬人家現在還在出唱片 有沒有搞清楚 所以我覺得丁允公他 這樣子公開的 把人家相片登出來 這樣怎麼當行政院復發言人 而且行政院還要有一個復發言人 明星講真的是這個 拔卓後勁不餘力 射賜非常多這種 還要找一個復發言人 然後讓他們這些 從高雄市下來之後沒位子 還可以到 在高雄發言完沒有消炎 還繼續到行政院繼續在發言中 他應該吃點消炎藥了吧 喉嚨發言的也太厲害了 講出來的話都不能聽了 在立法院 雖然國民黨的立委是多數 是少數 民進黨在擋 然後民進黨就起來 全部通通在攻擊韓國瑜 攻擊這些新當選的縣市長 然後蔡英文每天就拐這些人的後腳 每天都扯他後腿 他明年還要學嗎 他最好這樣子搞 我告訴你 他們這樣不是幫國民黨 不是幫國民黨助學嗎 國民黨這時候就要送回去給他 那一首 當當當當 現在民進黨就是當當當當 不就這樣嗎 所以我就說丁允公 應該來好好請教 我們前行政院發言人 你那時候應該沒有副發言人 沒有 我都沒有聽說過 怎麼還有這個位子 拿來的 真的是不要再酸言酸言 他應該就像分手的戀人一樣 你如果真的很愛他的話 你就要誠心的去祝福 然後天下也沒有不散的宴席 總會有落落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要好好感謝 過去給你很多助手的人 所以 心理專家解釋一下這個心理狀態 當然就是酸 那還有怎麼好講 這真的完全不需要心理知識 就是用常識看電視就知道 就是酸 而且你看 他現在的角色 放了一個我們白冰冰的 白冰冰的這樣的一個照片 那照片還滿時尚的 他太搞不清楚 我們冰冰姐的魅力了 他所拍的任何的廣告 他的節目 在大陸特別是福建沿海 大概有12 3個頻道 全部上去 我到高雄去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就來找白冰冰 真的 不是這50歲以上的 歐巴桑 歐里桑 很多人都很喜歡他 矮矮可愛的那個模樣 所以丁允公真的是太搞不清楚 他不是高雄出來的嗎 高雄就是最喜歡這種本土的 在地的 很有這種所謂鄉土味的 這才是高雄的規格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丁允公 他這樣的做法 然後又再不斷的反駁說 這不是在對人 你到底對誰 到底這個潘恒旭 如何摧毀的城市的質感 城市的質感到底是怎麼樣 花媽很有質感嗎 還有你丁允公站出來 很有質感嗎 我真的覺得 這個步行讓我有點 已經錯亂了對不對 所以你站出來裡面 你到行政院裡面 搞不好台北的人 還覺得你這個高雄的氣質 跟我們台北 還需要有一點的融入 所以我覺得講到這種質感的 你也嫌他破壞行政院質感嗎 我只是覺得 他如果真的要講質感 大家就好好擺出來 所謂的質感 這個的質感跟那個的質感 而且彬彬姐的 這個所謂高雄人很愛的 沿海 新南鄉人都很愛的 他有什麼好拿來去酸言酸語的 而且我還是要強調 他的老闆是賴清德 你不要以為你是下班之後發臉書 很多人還以為你是在幫賴清德講話 那你如果說賴清德來講話的話 這件事情可就是事情就已經是大條了 我只是覺得民進黨拜 要拜得非常的有風度 當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城市 在做很多的發聲 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不管你用了什麼招數 你剛剛提到了AV女優 真的AV女優其實有人權 如果你可以因為這樣子 讓蠻多人因為注意這個話題 然後也願意過來觀光 Why not 現在就是任何事情 只要有辦法提振 我們台灣的觀光的話 所以你就 包括你剛剛所提到的 以後我們要提到什麼暖冬方案 暖冬方案你也不要再酸言酸語的 你不要說這跟韓國瑜 到底有沒有關 我個人覺得只要你能夠提出 任何的策略 能夠帶動風潮 帶動人潮 帶動前潮 不管你是在地的 本土的 國際的 有質感的 甚至你所定義中沒有質感的 都歡迎來 這就是一個寬容 這就是一個包容 所以我覺得丁允宮 以過去在高雄發言的角度 到了台北製之後 用這個角度來批評 目前大家想要提振的觀光 我真的覺得太不適格了 不管你是在上班前或上班後 你這個人就是要代表高雄 對於高雄的一份情感 都在你這一席 把這個冰冰姐弄成這樣子後 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把高雄的城市的感覺 真的有點落差了 至於洪孟凱跟吳玉森 因為媒體還有寫 我們美女丁柯志恩 沒有 這媒體寫的 所以表示就是說 有些選區 現在國民黨又開始夯了起來 但是也是在跨山窟 有的選區賽事綠到不行的 現在國民黨就算行情好 也很難選 但是有一些選區 像譬如說這個選區 可能就不只他們兩個要選 那就初選了 但我覺得就是 大家不要話講了這樣子 太爭鋒相對 這樣也沒什麼好 所以柯志恩 柯委員 你到了淡水這個選區 你年紀太大 但是到不分區 你年紀又太小 你幹嘛說你 你怎麼會這樣 沒錯 但是我絕對 低於國民黨的 但是我低於國民黨的平均年齡 低於國民黨的平均年齡 好不好 低於國民黨的都要被交替 那還好現在不是農曆七月 萬兩高 趕快 不過我要說 我低於國民黨的平均年齡 但是我還是有不同的觀點 我覺得不分區還是有它的考量 我也不認為說 不分區應該是資深委員的 一個所謂的養老所 或者是一個書宏道 我覺得這不應該是這樣子 而且對於區域委員來說 年齡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像美國非常多資深的 眾議員 參議員 80幾歲 90歲 他們知道有能力 選民願意買單 我覺得年齡都不是問題 所以我覺得 還是要用專業能力 來做一個考量 有一個資深 而且是現任的話 其實讓很多優秀的一些新世代 就很難的上得去 所以他只不過是提出 這樣的一個主張 希望能夠有一個 輪換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還是強調 我想每個人都有 對這件事情 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但是我只強調 不管是 特別是區域委員 我還是說年齡絕對不是一個 當選民願意買單的時候 我覺得你還是以年齡來說的話 還是可以go ahead 但是對於不分區來說的話 我還是強調 專業的考量很重要 因為當選民要把這個東西 提投給所謂的 所謂的政黨票的時候 他還是看去你所選出來的名單 到底符不符合在專業上 他們的一個需求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提出一些澄清的 還是不分區應該要規定65歲下 他到底是哪一間要規定65歲下 年齡不是問題 我當年當國民黨不分區的時候 我是青年代表 因為我還沒買40歲 所以國民黨要試在交替 到底是應該在不分區上動手腳 還是在區域上面動手腳 這總是要有個選擇吧 我看到了習近平的談話 第一個 我只看到一個有一點點心意的地方 就是兩岸的共同市場 跟經濟合作制度化 為什麼 因為最近很多的 盛宏龍的觀眾朋友也好 或是一些網路的朋友都會講說 很多東西我們看不懂 什麼叫九二共識 什麼叫一國兩制 比較年輕的觀眾朋友 可能根本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我先跟大家講 昨天2019年1月2號的 下午3點50分的蔡總統這個談話 他裡面所講的 其實我很認同的第一點 也是我一項跟大家所報告的 九二共識在我採訪的 這19年來的認知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這句話完全沒錯 一個中國 但是一個中國 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你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有各自表述的模糊空間 但是蔡總統這個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OK 但這裡有講 他拒絕九二共識 拒絕一國兩制 這是蔡英文總統 身為總統三軍統帥 我們台灣的領導人 他所民眾賦予他的名義 那也OK 可是第三句他說 反對一國兩制就是台灣共識這個 他是不是可以代表所有台灣人 這會有個問題 2016年你有689萬的民意 可是現在才剛剛經過個其中選舉 有新的民意上來 有15個縣市是沒有支持民進黨的 所以蔡總統的民意基礎 其實受到一點挑戰 第三個就是蔡總統所講的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這一點我就完全不同意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一國兩制 1982年的時候 鄧小平就提出一國兩制了 1982年 在1992年的九二共識 之前往前10年就有了 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 他不是對台灣講而已 他還對香港 他還對澳門 現在大家看一下澳門跟香港的 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 香港特區跟澳門特區的這個經驗 就是一國兩制的實踐 你可以覺得還OK 你可以覺得不好 你可以覺得說經濟上至少還維持 所謂的馬照跑舞照跳 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出對香港人的 安撫香港民心的一句話 在10年以後才發生 但是1982年的時候 蔣經國就已經回應了 他在總統府講說一國兩制 他說一國兩制 他認為三民主義才是更好的制度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在講一國兩制 特別是蔡總統講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的時候 他的命題跟設定是錯誤的 因為習近平所講的這個一國兩制 並不是新的 和平統一也不是新的 九二共識剛剛大老說GG 這點我也跟大家講 大家去看2015年 林左水大師就寫了 大陸都不講九二共識了 才講完一年底 習近平就講給你看 現在還講說沒有九二共識了 他這次的談話又講給你聽 事實上這次的談話是回應1979年的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一個重要談話 習近平的談話我說這是舊的 國家統一 你要站在大陸的立場去看 他要國家統一 他認為台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立場沒變 希望和平統一 但如果無法和平統一 也不會放棄武力 但是前提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所以如果台灣人認為 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他不會打 然後再來就是一國兩制 這也是我剛剛講1980就有的基礎 一國兩制的台灣未來是怎麼治 在鄧小平的時代的時候 他是連軍隊都可以保持的 但現在我是覺得不行 因為香港的狀況是 解放軍有到香港去 好 堅持九二共識也反台獨 他都講的都對 我剛剛講這一點 經濟合作制度化 兩岸共同市場 這才是這一次的重點 但是蔡總統他其實就刻意的 不要去講這一部分 因為這一次15縣市的一個 選舉的結果 大家看到的就是 野草九二共識 從1990到現在28年了 大概是26年了 267年了 267年過去了 告台灣同胞書要 兩岸要和平同意 也40年了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得到 一個共設的情況之下 台灣的選舉 從阿扁8年 馬198年 在蔡英文這兩年半 大家對於經濟的色縮跟停滯 有非常嚴重的不安感 所以這一次的選舉 就像剛剛大佬講的 我說2015年 您桌子就已經講了 他就說九二共識根本沒有人談 是GG了 丟進垃圾桶了 韓國瑜在高雄選舉講九二共識 他不但沒有GG 他還選贏 他贏是完票 而且那是高雄 所以台灣的民眾 所以我的結論是 簡短結論頁 九二共識復活了 不是 九二共識的這個基礎 它是一個模糊的一中 模糊的一中 也就是九二共識就等於一個中國 下一個階段才會到一國兩制 我跟你相處 我們要交往 是以結婚為前提 可是還在交往當中 我還沒有到直接要結婚 財產 房子要買給誰 還沒有到技術性的問題 一國兩制是技術性的問題 就是到時候如何的兩制 當然他會把所有東西 寫在一起 所以包含連打他都會講 不打他也有 不放棄他也有 他把所有的option把他講進來 所以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 我剛剛講的 1982年他的九二共識提出的時候 蔣卿我就不接受 就是一國兩制了 為什麼1992年還在提九二共識 1982年就是一國兩制 1982年才有九二共識 就是因為九二共識等於一個中國 而一個中國後面 台灣 中華民國有自己表述 我是中華民國 而你是中華人民共國的這個空間 他也沒有拒絕你 他也沒有打壓你 包含2015年的馬席會的現場 在他們的會面結束以後 各自開記者會 我們用我們的國旗 用我們的總統都OK 我禮拜二的 申宏龍也跟大家講了 2014年2月11號 當王玉琦到了南京 見了張志軍主任的時候 他也叫他張主任 他也叫他王主委 他也給你關閒 所以事實上你覺得說 這哪有什麼 這的確沒什麼 可是蔡總統上來以後就沒有了 兩岸對等 所謂政府對政府跟關閒就沒有了 今天的習近平談話 是再度確定的就是 他對台灣的基調不變 可是他多拉出了這一點 也就是現在的高雄的這次選舉 跟其他的事務縣市 是不是此刻的台灣人 他更想看到經濟的合作 加於政治 先不要去談政治跟經濟 我今天看到有一些 網路上的一些聲音說 趕快 公投法必須要提高門檻 要不然如果有人 去提了一個所謂 兩岸八千和平協議 這也不算統獨公投 那一定會過 這次的國民黨的公投 全部都過的話 那怎麼辦 公投法要降低門檻 也是這群人講的 現在公投法要趕快提高門檻 免得到時候又要講說 你贊不贊成一國兩制 只是贊不贊成而已 或是你贊不贊成 兩岸簽署和平協議 在一個中國的前行之下 發展經貿 如果一旦有提出這樣的公投的話 明年大家二 一定過 會過 所以現在大家三期 趕快把公投法提高 當初降低公投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我不認為 習近平談的這個談話是不安 反而是一個起手式 他也在加強 我也講 回顧過去40年台灣跟大陸 不要支持統一的 跟要支持統一的 都各自有一個族群 可是要支持統一的人 他們也一直感嘆 就是台灣的最好時機一直過了 一個運動員 18歲 20歲 體力最好的時候 你沒有去上場當職業運動員 到了已經40 50歲了 才說我要去打最後一仗 現在我們的條件 經濟 國際的實力等等 都已經跟20年前 10年前 都越來越是衰退了 現在習近平談這個 他其實基本上我還是注重這一點 經濟合作制度化 兩岸共同市場 如果以後台灣可以代工 可以賣到東南亞去 包含泰國 馬來西亞等等 這一些在台灣的廠商 以後可以不用有 這樣兩岸的反理 用經濟去促進政治最後的統一 我覺得時間 並沒有站在台灣這一邊 反而現在有權喊牌 有實力能夠阻擋這一局的 不是我們 也不只是蔡總統 而是對岸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所以我對於習近平的談話 我倒不認為剛剛大佬講的就是說 他因為很不安 他只是很強勢在告訴你 我希望和平統一 而且我只接受統一 你收贈我那邊 你是聽我聽不懂 我沒有在這位選舉的結果 然後台灣流行一種 只講經濟不講政治的 他心裡頭覺得這個方向是不同 可是大佬 我跟你講 對習大大講不安是很大的侮辱 我不敢 不敢 沒有 大佬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如果台灣只講經濟不講政治的話 正好不就是順了現在大陸的意義嗎 因為大陸可以給你很多 原本沒有給你的經濟上面的利益 對 那這樣反而可以 所以兩位其實是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對於習近平的這一番談話 到底這一番談話 對於心靈契合是增加還是減少 大佬認為這一番談話 讓這個心靈契合越走越遠 韋翰認為經濟合作的制度化 兩岸共同市場這件事情 有可能從另外一個途徑 讓兩岸的心靈契合更接近 民進黨大敗的原因之一 可能就是過度相信 這所謂四種大佬的意見 包含像把管或其他的 那其實我覺得不用太去在意 四位所謂大佬他的目的 我們要看他達到的效果 第一個 他轉移了 當前兩岸領導人談話的焦點 增加了蔡英文的討論聲量 因為台灣人也很同情弱者 也很討厭宮廷的政治鬥爭 覺得逼宮太殘忍 太無聊 所以藍綠都覺得 獨派很荒謬 就連民進黨很多的人 也都開始在批評獨派 這一次的一個公開信 其實就是說明了 獨派不可行 所以覺得四大佬在秀下線 那麼蔡英文在這個狀態之下 他覺得又能夠內憂外患 好辛苦 其實是保障了蔡英文的連任 我覺得聲勢來看 反而是有助蔡英文 大家都在幫他 那麼第二個 我們就文告內容來看 獨派開出來的藥方 還是治不好病 他裡面說 該立什麼法就立什麼法 那到底是什麼法 他說要選拔一位 強而有力的最高行政首長 那又是誰 儘管有可能是賴清德 但是在2017年6月19號 賴清德還說過 接受九二共識不是問題 獨派要接受這樣的人嗎 文章又提到 要教好美日歐 警戒中國大陸 那麼難道這樣子就能夠 對於大陸所拋出來的議題 置若網文 純而不論嗎 所以並不是像獨派所說 好像換了一個領導人 但是沒有任何的方案 沒有任何的措施 沒有任何的能力 就能夠把一切事情 都圓滿地解決 充分證明了 元旦這三天以來 我們下一個小節 台灣的政壇 就是獨派 拜拜 現在是屬於華獨或者獨台 和統派在進行討論跟爭執了 這是這封信帶來最大的意涵 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重新關注到 在現在對於習近平的談話 民進黨跟獨派用嗆聲 或者是嘲諷 其實都只是發洩情緒 毫無注意 然而台灣有能力的人 或者顧慮表態 或者在謝則 說主流民意很難接受 但是一個有智慧的人 你應該要思考 並且提出 能夠讓主流民意 接受的方案到底是什麼 可能是一中兩制 或者是各種 你要跟著思考 而不是去謝則說 反正不關我的事 或者是那是中央的事情 那麼當然前面很多大佬 這個沈大佬也會cue我 那麼我就拋磚引玉 略提一些看法 讓未來的總統候選人能夠參考 首先我們必須要先思考 就是習近平的談話 是誰讓大陸走出這一步 因為過去九二共識 能夠讓兩岸和平發展 但是蔡英文棄而不用 兩岸一家親 能夠讓城市和平交流 蔡英文逼柯文哲收回去 那在不斷的 在擁抱美日 抗拒大陸的狀態之下 對大陸來說 他就只好給出一國兩制 好 第二個 我們要思考 大陸希望來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 台灣如果完全不回應 可以嗎 當台灣不回應 大陸就有可能會自己來做決定 其實不見得是保障台灣人的利益 再來 大陸的要求其實很簡單 就是承認九二共識 什麼都可以談 反倒是民進黨的標準 一直在變動 2014年 國民黨政府 對政府在談服貌的時候 民進黨說你沒有民間參與 但現在2018年 民間要來參與了 那結果民進黨是執政黨 他說不行 你要政府對政府 是民進黨自己 一直都在變來變去 民進黨覺得 兩岸只有民進黨才可以談 但現實是什麼呢 現實是當民進黨 不願意談的時候 現在的在野黨 也可以先試著談 他可以直接先進行 或者是先不談 但沒關係 現在的在野黨 他可以提出要談的方案 方式跟政策 然後讓2020年 台灣人投票來決定 當然其實一中各表 我認為它是有缺陷的 現在應該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了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圖表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到底什麼是一中各表 就是蔡英文為什麼講 一中各表是錯誤的 一中各表 是雙方都說自己是一個中國 大陸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這邊說是中華民國 但同時是大陸就不承認中華民國 我方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就是各表 所以當今天民進黨 或者是獨派的人 他講說大陸從來沒有承認過中華民國 這就叫做各表的實踐 因為理論上中華民國的官方 也不能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我們是表在哪裡 我們是表在各自的邦交國 所以即便我們在教廷當中 其實是可以看得到 中華民國的國旗的 獨派一直講沒有各表 其實是錯的 我們表在各自的邦交國上 那麼一中各表的天生缺陷 就是他對於另一方的存在 存而不論 我們這邊來看到 當我方講說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但是對方是誰 各自爭議不談 這會讓很多年輕人無法接受 因為對方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那麼大 你怎麼可能存而不論 所以現在民進黨他幹嘛 民進黨已經主動違反了九二共識 民進黨拋棄了中華民國的憲法 民進黨說他承認對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要求對方來正視中華民國 其實是民進黨拋棄九二共識 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在先 好 那麼下一步對岸可以怎麼做 如果台灣多數人都很希望 有中華民國的精神 民進黨要大陸正視中華民國 那麼其實最好的做法是什麼呢 我們請看叫做一中同表 就是大陸說中華人民 大陸是中國 但中華民國也是中國 我方說我們是中國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中國 雙方才是一個完整的中國 互相承認 對 互相承認 從原本九二共識叫做 互相不承認對方的主權 不否認治權 不承認主權 現在可以進入到下一步 就互相承認主權跟 互相承認的主權跟治權 在這個狀態之下 才有辦法達到習近平 他所講的進入下一步 雙方能夠共同的來接觸跟談判 也就是在未來的總統大選 其實兩條路已經很清楚了 一條我們可以看到 我用這個綠色的比較明顯 一邊就是一樣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無法溝通 現狀再到2024 可能會更糟 兩岸的關係永遠沒有更好 對 未來民進黨只會更糟 第二條路就是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 談判台灣人民的權益保障 並且來探討兩制的方案 其實就是在探討 當我們願意雙方都承認 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 大陸可以提供什麼樣 讓台灣人安心立命 可以讓台灣發展經濟 甚至是台灣人的國際空間的參與 台灣人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些都是慢慢坐下來談的 甚至當有這個前提的時候 才有機會去跟大陸爭取 比如我隨便講 大陸能不能吸電東送 解決台灣的缺電問題 大陸能不能給個500億 解決台灣年改的財政問題 這些不是不能談 那麼當然 這時候反而是讓大陸人民不開心了 大陸人民會覺得 為什麼要給台灣這麼多 好 但是我們要想想看 只有當 這是我最要講的最關鍵一點 只有當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願意去拋出未來的一個方案 來談論的時候才能夠讓人民 真正的檢驗誰在賣台 因為當大陸拋出這個議題 台灣其實很多人都已經在思考 我要代表台灣談 想在心裡 都在想未來要怎麼投降 怎麼逃跑 或者怎麼樣繼續能夠當官 但是我們必須要分辨 誰去談的時候 在想的是保障自己的政治地位 誰去談的時候 是想要去大陸經商賺錢 誰去談的時候 是想要保障自己的家族或財團的利益 但誰去談的時候 是真正在保障台灣人 只有台灣的有志於從政的人 都攤出來 台灣人才能夠檢驗 而這對大陸來說一樣 如果未來的統一 它是圖利台灣的財團 家族或特定的政黨 這難道是一個 值得為後世歌頌的統一嗎 大陸要統一未來兩岸的統一 應該是台灣的 長期的低薪的困境 產業的發展 甚至是很多的問題 真正兩岸能夠共同解決的時候 這才是能夠流傳到後世的一段佳話 所以我認為在未來 其實這個狀況很清楚了 是透過這個方案 不僅是最能夠保存 中華民國的這份資產 照顧到台灣人 照顧到大陸人 甚至也能夠流傳給後代 一千三百多億算什麼呢 一千七 一千七百多億算什麼呢 一千七百三十八億 我們本來可以活活省下 九千億到兩兆的 如果你根本就不要去蓋這些 阿里布達的風電機組的話 能省一點算一點 對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就是這件事情裡面全部充滿了一些 不可告人的賣台勾檔 我就跟你講這叫賣台 為什麼 很簡單的一件事 它今天炒的 難道你以為是5.1到5.8嗎 錯了 是7.1到3.2 什麼意思 前高後低的設計 當階梯式的時候 前十年我每度用7.1塊跟你買 後十年我用每度3.2塊跟你買 而風電發電的 機組發電的 能夠發出比較多電 也就是我們所謂講 比較高的容量因素是前十年 前十年風電機組 會有40%的容量因素 回到後十年的時候 對不起 只剩15%的容量因素 15%的容量因素 就跟我們太陽能發電 是一模一樣的容量因素 所以今天這些廠商急了 為什麼急了 為什麼林全能要妥協 因為這四大風電廠商說 對不起 我們要撤資了 而這裡面更不要臉的 在於什麼地方你知道 在於今天民進黨政府 想把所有責任推給 新任的彰化現場 你今天民進黨就有擔當一點 你今天敢浪費民屍民膏 去做這些圖利風電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當你用競標的價格 就是符合現在全世界的 國際價格只有2塊多 所以不管你是7.1塊也好 你是5.8塊也好 你是5.1塊也好 都遠遠超過了 現在全世界離岸風電的價格 好 這樣子的結果 蔡英文政府就說了 說我們是為了什麼 我們是為了鼓勵 國內的風電相關廠商的發展 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連續幾年 你都高出國外這麼多 你包括了2015年的5.74塊 2016年的5.7塊 2017年的6塊多 你已經連續三年 都比國外高很多 而蔡政府怎麼告訴全國的民眾 他說因為我們都延續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的價格 那你實在是太好笑了 我告訴你全世界的各種科技 不斷推陳出新的結果 人家價格當然是往下走 更好笑的是 我們能源局還做出了一個 這麼可愛的圖表 我真的快被他笑死了 你這張圖完全打臉 你自己知道嗎 你看2015年5.7塊 2018年5.8塊 結果他說什麼 他說2015年 馬政府執政時期 這個5.7塊 這個離岸風電 乏人問津 沒有推動決心 可是他說 2018年的5.8塊 就是有國產化義務 問題是 他說這個叫做多家廠商投標 所以是有推動決心 為什麼有多家廠商投標 因為遠遠高過國際價格 2015年的5.7塊 為什麼沒有多家廠商投標 因為它跟國際價格是接軌的 這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科技一直在進步 價格一直在下跌 而且你根本就沒有 清楚的告訴我們 國產化的因子有哪些 你到底能推動 帶動台灣哪些產業發展 哪些產業可以因為 我們這樣的一個 離岸風電的一個產業規模 就變成進軍成一個世界化產業 更好笑的是 他用什麼東西來騙彰化人 我們都知道離岸風電 對漁業的傷害非常大 所以他就告訴彰化的人說 如果今天離岸風電 全部投資下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的就業量 你知道那一個就業量 是用全國老百姓納稅錢 多少錢來換一個就業嗎 3000萬台幣 一般的服務業只要200到300萬 我想沈大老很清楚 200到300萬 就可以增加一個工作機會的時候 今天他告訴那些漁民 你只要棄開漁船 你去開工具船 那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工作 你就不用怕你未來補不到魚 對不起 開漁船的技術 跟開工具船的技術 是天差地遠 好嗎 不要以為都是開船 所以就一樣就很輕鬆的 開了漁船就可以接著去開工具船 所以而且今天他很糟糕 我這樣講很糟糕的一件事就是 你經濟部要單你就單起來 你不要軟弱沒肩膀 然後明明這個彰化線的許可 在你民進黨這麼長期 四年的執政底下 魏民國為什麼不發 為什麼到了今天 國民黨的縣長上台以後 你給他一天的時間 叫他去審這麼多個瘋場 你說你一天之內要給他審完 你們經濟部為了圖利外商 你去開綠燈 你去聯合審查 這樣的事情 我呼籲監察院趕快調查 是不是對於所有的廠商 都可以這樣子用快速審查 開綠燈的方式 來像對這些離岸廠商一樣 給他們這樣子做優惠 你這樣做優惠的結果 只是讓全台灣的老百姓 從荷包裡面掏出 更多更多的電費而已 台灣很多時候他們需要學生 然後仲介就利用這個方式 把學生到台灣來 然後這些學校 又可以拿到教育部的補助 然後他們引進去的 所謂的實習的單位裡面 其實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得到這些所謂的學功 所以三者之間 有彼此緩緩相控的關係 不是說我所揭露的學校 其實還包括你剛剛所看到的 還有很多其他 目前正在調查的 我只能說很多學校報得很好 而且你新南鄉政策給這些國際專班 你如果能夠給這些國際 東南亞的學生 能夠到台灣來 透過實習 透過學習 他們可以獲得學位 也有一些的經驗 同時給學校有很多的聲援 這是三贏的局面 但是就有很多不孝業者 就因為這樣然後來介入 介入之後 讓我們很多的學生 就輪我剛剛後做的學功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學生承受不住 所以他們透過關係 二十幾個學生特別來跟我們哭訴 他們覺得他們很累 他們很累 而且學校說 學生必須提供宿舍 然後只有四天的時間在學校唸書 可以有兩天時間去實習 對不起 學生從頭到尾就住在 他們所打工附近的地方 有仲介租房子給他們租 而且他們都沒有輸租 所以等等非常簡陋的一個條件 我們真的要問 這樣子的一個新南鄉的專班 利益很好 可是當有很多的螺絲鬆了 當有很多的缺口 有很多的漏洞進來之後 我們到底怎麼樣去面對 人家也是辛辛苦苦 這些都是 他們要過來之後 他們要先領 他們要先交給仲介一筆錢 這些錢通常2萬塊錢 2萬塊錢在印尼來說一個月 算是很大的錢 他們期待可以透過打工拿到學位 然後能夠拿到證書之後 能夠回去 可是他們卻被這樣一個對待 我們必須說有很多辦得很好 但是這些漏洞是層出不窮的 然後我們教育單位就說 我們會不斷的尋訪尋訪 但是重點就是 你尋訪真的有辦法 touch到問題的中心嗎 你的人員夠嗎 這些問題都不斷的出現 所以還有另外一點很重要的 印尼單位當然有必要來自作樣的處置 但是印尼有很多省的教育處就跟仲介 彼此還是有一些關聯的 這個東西都是他們這些國家的一些文化上面的 所以這些環環相扣來說的話 我們真的必須要問 整個利益很好的一個 所謂的專班的一個系統 到目前為止有這麼多的 其他的勢力介入來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如何給這些人交代 各位我請問一下